又传出有校园暴力事件 这个影片就在网路上疯传 这是职业学校两名高中生 因为在社群上产生邪性而爆发冲突 警方介入之后初步排除有黑帮势力操控 而目前县政府和少年辅导委员会也启动调查 并将涉案同学列为高风险辅导对象要加强辅导 近期学生暴力事件频传 甚至部分案件还跟黑帮扯上关联 而在25号上午又传出有校园暴力事件 影片在网路上疯传 工业学校两名高中生因为在社群上产生嫌隙 因此爆发冲突 学生暴力事件一个月内接连三起 这回的事发地点更直接是在校园 目前警方已经入校了解 今天早上我们在网络巡逻时发现 我们花莲的某高中有学生暴力案件 我们立即通知校方及校外会 并且到场来协助学校来处理 目前通通知双方家长到校来询问了解是否要提告 我们会除了如果提告后除了移送少年法庭之外 另外会我们列为我们少年队的高光怀对象 来加强的关心辅导 我们还会更着重在学校的一个反霸凌的宣导 初步了解 召殴打的学生已是因为在朋友社群中投拍上传打人学生打瞌睡的照片